陈时中分享防疫干苦谈 而他口中的副署长是这一位 罗一军 这一段影片现在也被英系立委罗志正跟管碧琳放在脸书分享 原来这是陈时中31号晚间出席小英只有会活动现场的聊天画面 同场的还有前副总统陈建仁 这难道意味着台北市长人选英系已打算力挺陈时中吗 据悉英系私下还传出北市就是不让郑国会来选 这个跟派系无关 因为长久以来陈时中部长经常性的参加小英自由会活动 所连在场合里面并没有谈到所谓参选市长 或参选其他公职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主要就是还是针对太鲁阁号列车的事故 那有关于选举一些媒体的报道 我就先不以评论 不过陈时中备战态势似乎越来越明 有消息指出陈时中在3月22号密会不少民进党高层 但防疫工作告段落预计6月中宣布参选 时间点也刚好是蒋万安规划的5月后 我不知道谁是民进党的高层 这里面民进党高层很多 不过目前都没有规划选举的事情 有会面但否认触及选举 从英习立委到陈时中本人 口径很一致 TVBS新闻 李国正清晃如高志宏 台北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